大家好,又來到黃金之戰 你們最喜歡看的黃金神聖衣 最後這個就是白羊木先生 第一個會對哪位人興呢? 一來是星矢,不過是雀人馬座聖衣 她的角大到這樣,會不會很阻礙視線呢? 好,開戰!木先生不知道厲害不厲害呢? 要試一下才知道 故事就很厲害了,木先生 好,開箱 星光滅絕 真的很大隻角 還有那隊型 讓咩咩生隊型 我應該會盡量用大技給大家看 嘩! 大技 搞定 對,幸好 哎呀,星矢消失了 哇,星矢 在故事當中 木先生 其實 他第一次衍生手 都已經去到冥王 這麼後期的故事 所以其實他也是一個 謎一樣的人 幾乎 哎呀,對金牛? 是隔壁兩者 嘩,這麼囂張 木先生 確定 最後會不會對回木先生的師傅呢? 嘩,說到金牛座一定輸 那就不要設計這場比賽了 好了,羊仔對牛仔 這次 金牛座的身軀很大 遮住整個畫面 很誇張 小心點 嘩 濃急 一旦出招時閃一閃 應該可以防止敵人攻擊 OK 但我沒有測試過 剛才我勒冷地看到他閃了一下 好 這樣搞定這隻牛 又是S 最後關 會不會是木先生的師父呢? 老師 蛤? 到天秤座嗎? 有沒有搞錯 好 其實為何他這麼獨縮 不讓我們冥鬥士打一下 這個遊戲設計 唯一印象中的冥鬥士 就是巨蟹座 穿著冥衣打雙魚座 其他就沒有了 我覺得天秤座 童虎是很好用的 很厲害的 我也蠻喜歡用它 但AI不知道是否厲害 好厲害的 這麼大的破綻 避開了 哇 傻子 走開 唉唷 唉唷 還未能打得到 差不多了 其實打電腦很公式化 看遲些有沒有機會對下人 下段影片給大家看 跟真人對打 應該就很不同 很多變化 又搞定一個 最後就是自己對自己 一定要有S 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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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死 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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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說完 哇 全世界都藍光 很震撼 兩隻羊 我自己也蠻喜歡吃羊肉的 羊架 我試過在家裡焗也蠻開心的 其實羊生對翼 飛不飛到呢 因為有些羊的感覺是肥肥的 蠢蠢的 哇塞你被他打到 差不多時候了 哎呀 手癢 浪費了 我還要被他打到 怎麼搞的 沒有天理 不知道靠多少血呢 好害怕 不算太多 起來起來 起來 哎呀 搞定了 終於 全部都打完 不知道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集齊了 閃一閃 不見了 這兩個朋友 最後 獅子和人馬 獅子是黃金雲的主角 其實車廷正尾 最初說聖鬥士星座 都是想著星座是 獅子座 但最後都選了天馬座 會不會有些對白說一下 不要只是拍姿 動作 動作也好 這樣而已 完了 多了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 應該都不是有什麼新故事 都是 他安排一些人給你打 AI加強了 黃金之戰 終於搞定了 12個聖衣 其他的故事模式 我都會再玩下去 大家記住繼續留意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